Hello大家好,我是LY白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单刷神圣金色云端降龙的心得 虽然这是一只声望坐骑 但外形唯一且酷炫 在降龙类坐骑中颜值名列前谋 如果胆怒之煞,霍龙刷坐骑太过辛苦 大家不妨先尝试拿到这个 只要小杆一下就可以拿到的坐骑 再去慢慢拼掉绿 首先我们来看看神圣云端降龙的样子 可以看到他的小头像非常酷炫 金里透白,透露着贵气 和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坐骑是皇帝少号的声望坐骑 这个实战图我们在视频的结尾 还会再次为大家展示 不用着急 这里强调的是单刷不进卫面的情况下 下面我来从地点方法路线效率三个方面来讲 最后给个结论 首先任务的地点在潘达地亚的永恒岛 作为部落的一员 我们从奥格瑞玛出发 进入探路者大厅 然后传送至潘达地亚的秘露村 从秘露村我们就可以飞到永恒岛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永恒岛 我们可以通过做任务证一些声望 当开启前置任务末代皇帝之后 每天刷两个声望 但是我建议不做任务直接刷怪 因为日常任务本来就有限 且一个任务声望平均在350左右 通过合理刷一组野怪就可以达到 还不用跑图 那么如果实在想做日常任务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找皇帝绍号帮派的老大 皇帝绍号 他就在永恒岛天神庭院的右侧 如图所示 那么如果要刷怪有三条路线 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一条路线 通过挑战时用挑战卷轴 挑战卷轴就在皇帝绍号旁边的这个BOSS身上买 一个卷轴会花500铸币 但是通过刷一组怪就可以得到1697铸币 收益大于投资是值得的 这一波怪刷下来大概能得420声望 缺点主要是冷却时间有15分钟 同时位置过于显眼简单 所以容易被抢 值得一提的是效率问题 那么刷这一组怪的效率 大概会花1分钟50秒 声望每分钟约229声望 15分钟之内总共能刷到420声望 第二条路线便是在地图右侧沿着桥走到尽头 这一波大概能够刷到600声望左右 如果偶遇稀有如黑火勇士会更多一点 且不花钱 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路线太长 很多人都会刷 刷的路线不顺滑 经常得走回头路 从效率而言 约6分50秒 声望每分钟约89声望 15分钟总共1335声望 沿着桥走到尽头后 就来到了和宫殿隔桥相望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第三条路线的起点 从这里做金色滑翔机 可以飞到对面的宫殿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刷怪的地方 这里我们假设你没有至尊天神的屁肤和橙色披风 那么我们就不要进正宫殿去刷 飞到对面之后 只需向右侧刷两三怪 然后一路左走进入侧殿 接着反复刷这条路线即可 十分简单 这一波下来大概有400声望 收入大概2145永恒铸币 如果有稀有 如落印者乌多尔会更多 买一次买滑翔伞的铸币 大约在1000永恒铸币 买5个 因此也是收入大于 支出是非常划算的 刷新时间约5分钟多一点 效率而言 总共时长约3分钟 声望每分钟约133声望 15分钟算上刷新时间 总共1200声望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图所示 单独从声望角度而言 第二条路线 也就是过桥到底的路线 能够收获最多的声望 但是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条路线 因为本身路线太长 很多人刷 刷的路线也不顺滑 总得走回头路 通常15分钟能刷下的声望 是少于这个理论数值的 因此个人强烈推荐 第三条路线 即在圣殿旁进行刷 同时因为需要用金色滑翔伞飞过 这里很少被人打扰 可以静静地在这里刷到天长地久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期分享 也希望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来一波一键三连 和关注白金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